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是否希望將你的產品廣告訊息 在全球最大的搜尋去Google首頁自然排位展示出來? 在這個視頻我們會教大家如何開始做到 是零成本做到全球首頁自然排位 我們先看看互聯網一分鐘的海量變化 Youtube上傳70個小時,我們要三天不圓不休才可以上去看 Google搜尋有200多萬,名字增加70個,網站增加570個 郵件服務器發出2億個郵件 Google搜尋有200多萬,加上Youtube搜尋有130多萬 這兩個關聯搜尋大約300多萬的搜尋 我們先試一個關鍵 iPhone,AnimalGip 我們今年2月同一個校戶做了一個排位 這個效果就出來了 全球1億6500萬的頁面裡面排第一排到二的 是我們的校戶 在這個頁面大家看到是完全沒有競價廣告 我們轉去影片的影片看 情況完全不一樣,多了5個競價廣告 我們說的競價廣告是要付費和有限量點擊 點擊完之後它就會自我消失 因為它看每個廣告主的廣告費的頭盤 展示出來 在左邊的自然排位,10個排位都是我們客戶的 第二頁,競價廣告多了2個 我們左邊的自然排位一樣是保持的 第三個頁面,競價廣告一樣是有的 我們自然排位的一樣是保持的 第四個頁面,情況都是一樣的 第五個頁面都沒有改變 在這個情況之下大家可以看到 廣告主本身的投放的取向已經轉向了 視頻 Videomarketing 在這裏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些知名的公司 周大福 一些做禮品的公司 大家可以聯想到這個關鍵詞的權利的重要性 而我們幫人客做的自然排位 是免費做到自然排位 依然保持在5個頁面 所以大家今天要停下來思考一下 你們的資源投放,你們的廣告投放 是否值得去重新定位 Videomarketing確確實給我們一個很大的空間 因為它可以提供到一個比較全面透徹 讓你的產品可以在360度 在這個客戶面前展示出來 因為今天我們的消費群的眼睛是雪網 因為有互聯網 他們可以作出一個比較 如果我們那個產品的信息不夠全面 不可以令消費者得到一個信心 那個失散 我們會走失很多機會 既然Videomarketing比我們有這麼大的空間 YouTube也是一個比較廣坦 形狀性比較高的平台 我們要怎樣去利用這個平台 怎樣可以做到在全球 首頁自然排位展示出來 確確實實 是值得我們重新去思量一下 YouTube是不會無條件為大家提供流行 我們確實實要用心去經驗 將我們的視頻訊息發送到我們海外的朋友 或者透過Social Media Network去分享 讓海外的消費群可以接觸到你的視頻 從而了解你的產品 再作出一個採購的選擇 在未來5月20日我們在香港工業總會 舉辦一場研討會 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場 由零成本做全球視頻推廣重新出發 時間是下午3時至5時 在九龍沙環長寓街8號 益京廣場31樓 如果大家對這個研討會有興趣 大家就可以到這個頁面下載這個參觀表格 因為座位有限 另外我們為大家推薦一個平台 它是唯一一個可以進入中國市場的視頻平台 我們保證承諾在大家的視頻播出之前 我們絕不加插廣告去干擾你的視頻 讓你的消費群可以直接收穫你的廣告 同時消費群從手機去收穫你的廣告 是完全不需要下載Apps直接可以觀賞 這是我們的優勢 是我們的優勢 如果大家對這方面有任何諮詢 不妨和我們聯繫一下 多謝大家